《我推的孩子》 大家好,我們是《酸酸酸泡》 今天想看部好影集嗎? 這次要介紹的是描述演藝圈內幕與粉絲文化的《我推的孩子》 改編自兩位人氣漫畫家的同名作品 包含了赤板銘的故事與橫槍盟國的作畫 風格浪漫為美,但探討的議題卻寫實慘酷 而這樣的反差感也呈現在兩個主角的身上 像是樂觀天真的Ruby,努力組團來追尋偶像媽媽的腳步 還有壓抑早熟的Aqua,努力成為實力派演員 就是為了要找出生父與真凶來復仇 劇中探討了童星延續演藝生命的困境 實境秀打造人設、扭曲現實的問題 偶像劇與舞台劇演員的競爭 還有經紀人和粉絲與明星之間的權力關係等等 目前全劇已經更新到16集,還在持續更播中 除了第一集奇怪的轉身劇情以外 後面越來越好看,非常推薦大家一起追下去 也歡迎訂閱我們剛開張的Podcast頻道 聽我們聊更多的《我推的孩子》 費產科醫生吳郎,個性低調沈穩 獨有提到偶像,心也愛的時候 整個人就會變得異常的熱情亢奮 某天這個偶像居然挺著一個大肚子出現在自己的面前 原來新野愛居然已經秘密懷孕 才會來到鄉間的診所準備待產 但無狼卻沒想到自己居然被人推下山崖 等他清醒的時候 竟然已經轉身成為新野愛的兒子Aqua 而他的雙胞胎妹妹Ruby 還是讓他畢生最遺憾的病患所轉生而來的 而兩個孩子也各自繼承了媽媽眼中的星光 一開始兩個小兄妹像是夢想成真一樣 在偶像媽媽的陪伴下快樂地成長 但過沒多久 他們三人幸福快樂的日子就結束在瘋狂粉絲的手裡 原來這名粉絲也是當初害死無狼的兇手 因為發現偶像未婚生子,感覺遭到背叛 於是決定親手刺殺偶像 而小時候親眼看見媽媽慘死在面前的Aqua 決定在高中與妹妹加入媽媽的經紀公司草莓娛樂 進而認識了童新出生、好勝新強的有馬 而露比也因此找到了女團的主唱 後來Aqua因為加入了戀愛實境秀 結識了劇場的實力演員黑川倩 而這兩個喜歡Aqua的情敵也會在第二季一起演出 從漫畫改變而成的東京見世 也就是在漫畫中的2.5次元舞台劇片 因為這個篇章的主題是兩個作者的主場領域 讓我們覺得劇情發展得非常細緻又犀利 再加上過往影視作品中,有不少被認為是魔改的失敗作品 相信大家都跟我們一樣很好奇,到底是在哪些環節出了問題? 所以接下來我們會用漫改分工、跨界風險 以及創作者心態的角度來分享心得喔! 不管冷氣怎麼吹,晚上還是會睡到流汗嗎? 枕邊人翻個身就把你給吵醒了嗎? 有沒有可能問題不在冷氣,也不是你的另一半 而是你的床墊不夠透氣穩定呢? 由Ella代言的德國Emma床墊 擁有超過75座國際獎項 在全球已經累計販售超過1000萬 像是Hybrid獨立桶床墊系列擁有獨立桶與記憶棉的五層混合設計 包含一層獨立桶、三層記憶棉以及外層布套 而其中的記憶棉含有高密度的支撐棉、減壓層 還有ErgoCell獨家涼感透氣專利的記憶棉層 可以自動調節床墊表層的溫度與濕度 能有效降低睡眠時所累積的熱量 同時,德國Emma床墊提供高回彈力與支撐性 不管是哪種身形躺上去 床墊都可以貼合身體,符合人體工學 就不怕干擾到枕邊人了 另外德國Emma透過卷筒壓縮包裝 運送安裝都很方便 拆裝後膨脹的速度也很快 就算只有一兩個人安裝也很簡單 當然你也可以搭配德國Emma經典記憶枕頭 備有三層記憶棉設計 可以針對高低軟硬做調整 如果你也有興趣想要試它 現在在台北、桃園、新竹、台中、台南 都有可以體驗的據點 也可以到官網上搜尋預約 看看哪款床墊比較適合你 也有100天的試稅服務 全台免運道府安裝 還有10年品質保證 也可以分期付款 歡迎點擊說明欄裡的連結 獲得負金節限時優惠最低6折 使用專屬優惠碼Lesson10、Lesson10 還有全品項不限金額的9折優惠 可以一起搭配官網使用 獲得更多好康喔! 《黑川劍》所屬的啦啦來劇團 準備將大受歡迎的漫畫《東京劍士》改變成舞台劇 同時 Agua為了想要進一步調查身負的真實身份 接受了劇場的邀約 來跟小倩搭檔演出 原先演員們都已經備好了劇本 跟導演在排練走位了 但沒想到在開演前20天 原作者Apico參觀排練的時候 當場發飆要求修改劇本 甚至堅持自己來重寫 造成全員停工,製作人陷入恐慌 原來在改編的過程中 擁有最大話語權的人就是作者本人 因為他擁有著作人格權與同一性保持權 只要他在任何階段反對改編 出版社就需要收回權力 而第12-16集的《2.5次元》舞台劇篇 就是在描述所有相關人等在面對創作時 因為不同的立場與看法所產生的衝突和拉鋸 作者と脚本家 メディアミックスをするにあたって 在改編漫畫的過程中 負責撰寫的人是劇作家Goa 他會根據劇場的特性來改編故事 舉例來說,舞台畢竟不是螢幕 所以演員在螢幕上的內斂表演 或是留有餘韻的停頓 被搬到舞台上的話 都會讓觀眾感到不明所以 也因此如果角色很多 那麼有些就會被當作工具來使用 像是角色的心境與動機就會被單純化 而演員的情緒表達也要變得特別地外放直白 再加入一些解釋性對白 才能讓觀眾跟得上劇情 不過這樣一來 對於不懂劇場表演的漫畫家來說 就會覺得自己的完美作品被亂改了 也因此會埋怨負責改編的劇作家 但事實上,改編的過程中 這兩個創作者之間是隔著一堆人在傳話的 像是出版社的責任編輯、主編、板穴窗口、製作人 再來才會到劇本助理以及劇作家本人 結果在一層層的轉述之後 很多原意都會被扭曲了 也因此才會造成兩個創作者之間的誤會 或許從觀眾的角度會覺得 如果一開始就讓兩個創作者直接對談 甚至是聘請漫畫家當顧問 就如同美版的《航海王》 讓韋田容一郎來當選角監製 是不是就可以讓事情變得比較單純呢? 不過在《我推的孩子》裡 暴走的漫畫家Apico 卻更進一步地要求讓自己取代編劇 那麼這時候就會讓整齣舞台劇變成悲劇了 因為一個從未接觸過劇場的創作者 絕對不可能靠自己在短時間內完成劇本 也因此製作人試圖讓漫畫家知道 如果他一意孤行 到時候改編失敗 外界都會責怪他的不自量力 但如果他願意跟團隊合作 那就算最後不盡人意 但身為原作者的他 卻可以全身而退,繼續花大的連載 最後製作人為了要讓改編順利進行 他只好答應讓兩個創作者直接溝通 但要承擔的風險 不僅是兩個創作者會陷入太過理想化的狀態中 交出一版高難度、藝術性的劇本 還會間接讓導演、演員以及燈光美術 承擔更多現場的責任與風險 更不用說更高的成本了! Rpico原本是另一名月刊漫畫家的助手 因為工作認真、天賦異稟 很快地就能夠獨當一面 成為每週連載東京劍士的漫畫家 然而他的天性不善交際 更沒有領導團隊的覺悟 使得身邊的人戒連離去 只剩下他一個人孤軍奮戰 直到Rpico與同樣是漫畫家的前輩商談之後 他才明白 雖然一個人走得快 但一群人才走得久 而當他試著跟劇作家合作之後 不僅可以卸下重擔 更可以從不同的角度 去精進自己的能力 是 這台詞もカットでいいですよね ふふ こっちも演技でどうにかなりますよね ははは 攻めてますね ここもカット カットカット グア君 いやあ なんか楽しくなっちゃって やっぱり危惧した通りになった クリエイターが団結すると尖った作品になりがちなんだよな 但我們看到這一段創作者熱情合作、結果得意忘形的劇情 實在是覺得深有同感 因為平常我跟水某在討論我們的故事時,也會同樣地陷入一頭熱的狀態 等到跟出版社編輯面談的時候,才會冷靜下來發現自己的盲點 但其實這也讓我們聯想到之前介紹過的《默然回首》這部作品 因為它也是改編自《煉聚人的鬼才漫畫家藤本樹》的同名漫畫 導演《鴨山清高》雖然十分重於援助 但卻加入了不少的改編巧思 不論是轉場的細節、配音的選角以及配樂的安排等等 都讓作者藤本樹感到很驚艷 當然這也是因為原作者在一開始就放手給團隊去處理 讓負責改編的人知道自己得要承擔起更多的責任與義務 而這樣的互信合作也呼應了本片中合作無間的兩個創作者 擅長說故事的藤也以及擅長花背景的金本 雖然他們的個性與能力大相徑庭 但他們卻能夠尊重彼此的所長,才能夠專心地衝向共同的目標 這是不是也跟剛剛拿下奧運金牌的李楊和王麒麟 他們的互補與默契,有著異曲同風之妙呢? 我們覺得,我推的孩子為主角們設定眼中有星光很有意思 雖然Aqua跟妹妹Ruby各有一眼,象徵著他們的天分 但唯有他們在各自的表演領域發揮所長的時候 才能夠像媽媽小愛一樣,雙眼都有星光 但有趣的是,看來毫無天分的黑川芊 卻可以透過想像與練習,完美複製小愛眼中的星光 意味著後天的努力,也可以彌補缺少的天分 讓我們很期待看到後續的發展! 看完了今天的節目,你是不是更加了解這部作品了呢? 歡迎你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你最喜歡哪個角色,或是其他的感想 也歡迎到我們剛開章的Podcast頻道,聽我們聊更多的我推的孩子! 歡迎收看大平台搜尋《那些電影教我的事》!